华联市原住民义务干部组织官模研习团 23号上午前往台北市 开达格兰文化馆 参访当我们同在一起 第三部曲胜浮时代展 以及100年车站新北投车站 随后市民代表肖明龙及平岛布定 肯定施工所办理这次的研习活动 他们表示透过参访 可以作为未来拓展原名商品 销售平台时的参考 同时也可以成为部落的总子兼兵 接着带动其他部落族人学习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族人回到家乡 打造部落的产业经济 花莲市原住民义务干部组织官模研习团 23号前往台北市凯达格兰文化馆参访 当我们同在一起 第三部曲胜浮时代展览 还有百年车站新北投车站 随行的市民代表肖明龙和平岛布定 非常肯定花莲市公所举办这次研习活动 参观我们花莲县以外的 那个原住民的产业之外呢 也可以了解各部落 他们对部落的产业的发展 是如何去做研发去进行 那他们回去之后呢 因为他们都是各部落的干部 头目还有图审员 回去他们就可以依照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回去跟他们部落人说 这个内容要怎么让我们部落人成长 所以这个每年在厂访县外厂访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意义的 这次市公所安排的三日型的观摩 在身为民意代表来说 非常的肯定 因为我们看到了 我们原住民的各族群的文化 所以我再次身为民意代表 感谢我们市公所 这么细心的来安排 这个活动是具有相当的意义 谢谢我们市长 以及言行客的人员这样的安排 当我们同在一起第三部曲 圣福时代是凯达格兰文化馆 成立20周年举办的常设展 五大展区包括了圣福时代 草木兽皮时代 公益传家 希拉雅族 葛哈乌族 还有大五龙族服饰配饰区 以及民族服饰体验区等 内容多元精彩 各个部落头目和家政班长 都非常认真做笔记 也比较了不同族群的服饰特色 他们表示 台湾原住民族的服饰 没有一件事一模一样的 深具传统文化内涵的图文 可以说是原住民族服饰的特色 23号行程还包括了新竹县客家山城内湾老街 还有尖石厢的纳罗青蛙石园区的部落市集 让观摩团的成员们都收获满满 大华里新闻综合报道